居然哪样了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婷23岁 来自甘肃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婷22岁 来自河南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谁受不了谁了 我受不了他了 受不了他啥呀 就是他太抠了 特别抠 特别抠 我们先了解一下 前面的事 再了解一下怎么抠的 这个大学同学吗 是 谈了多久了 谈了一年半了 什么时候发现这小子 你说的抠啊 就刚开始 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是第一次过生日的时候 他就没有送我生日礼物 那这不是抠 你为什么没送啊 当时因为 我那时候没钱 一个月也就三四百块钱 然后我想给他 每个好的 然后又没钱买 想到每个差的 还不如不送了 然后就没送了 哦 这不叫抠吧 孩子没钱 我跟他在一块 我知道他没钱 但是就既然我跟他 在一起了 就是我就不要求他 就送这么贵重的东西 他就算就是没有钱 你写点什么东西啊 什么都可以的呀 也没写 贺卡 这个那时候 然后最后给他补了一个 补的啥呀 补了一个水杯 有些这有啊 说起这个水杯 我就特别特别特别生气 那天就是我过生日 然后他说去看电影 然后我说好 然后我们就去看电影 我想着那个卖爆米花 地方卖水不是会贵吗 也不想让他花那么多钱 然后就说在楼下的超市嘛 然后经过那个水果摊 就那天也不知道怎么 就特别想喝那个椰汁 然后我看了一下也不贵 就三十块钱 我就跟他说 要不咱就买这个吧 然后呢 他就拿过去了 他让我等一会儿 结果呢 他拿了两瓶宽泉水过来 我当时我就很无语 我当时看电影的 心情都没了 还是不懂 这跟水杯有什么关系 还没讲到水杯呢 是吧 他说就这样的话 就是以后就不用买水了 出来就直接 你往水杯里面 灌点水就行了 连困点水都懒得满了 就这样 就特别抠 这还是孩子钱少 你不能说他抠是吧 你一个月多少钱生活费 我一个月三四百块钱吧 少了点 然后我自己打 确实紧了点 家里经济条件 不是特别好的对 对 你得体会这个 但是他就不止这一次 还有一次就是 他就跟我说 他给我花一大笔钱 给我买个礼物 我当时我就特别地震惊 我就也特别开心 我就想就是终于开窍 主动给我买礼物了 就这样 我就特别开心 然后我还特别心疼他 他生活费也不多 当时就心里特别过意不去 我就想要不然就把钱补给他 但是那个牌子我也不认识 我就去淘宝搜了一下 然后结果呢 我就真的 我整个人都懵了 十九块九包邮 还送两片面膜 当时我就特别特别 我真的就是特别寒心 还特别生气 你说这十九块九东西 赶往脸上用吗 这不当时看着现在评论都挺好的吧 人家都说那个效果挺好 然后想要每一个给你开心一想吧 那你为什么要说你花了一大笔钱给我买 就是难道在你心目中 花二十块钱在我这儿 你就觉得是一大笔钱了 对吧 这不是我不想告诉你真实价格吧 就是想让你开心 开心嘛 跟他在一块这一年半 我就从来没有要求过他买什么东西 然后有一次我们两个去逛街 然后看到了那个情侣庄嘛 然后他觉得还不错 就是难得主动提出来要买 然后我说也行 也不贵 就九十九块钱两件 然后呢 结果他就让我出五十块钱 当时我就生气了 我就把那一百块钱 就是给了那个店长 我就买了 然后后来就是他也经常穿 他问我为啥不穿 他还好意思问我 我一看见那衣服我都生气 太扣了 不是 不是 他没钱 孩子 扣是只有钱不给你花 是没有钱 我也理解他 我们俩在一块 我也没有要过什么东西 真的就没有 你当时喜欢这小子什么呀 我喜欢他就是因为 只要跟钱不占标 就是体力活 就是一打电话 就不管他在干啥就来 对呀 就是要考试了 那个图馆站坐 他会一大早就去给我占 然后呢 就是买重的什么的 就是他会给我拿 只要就是我打电话给他 不管他干什么 他会过来帮我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只要为你的事 他从不犀利 但是你不能跟他说钱 对 喜欢这个姑娘吗 喜欢 特别喜欢啊 对 特别喜欢 你一会儿有钱了 你愿意给他花钱吗 愿意 而且就是还有一件 就特别过分的事情 就是我有一个 就是很好的朋友 从老家过来看我嘛 我想着就 人家都知道有男朋友了 你说你 就得请吃个饭 就表示一下什么的 然后我就给了他一百块钱 我说你先拿着 请我朋友吃个饭吧 不够你再自己添一点 然后呢 他就带我们去吃饭 你就问他 只有吃饭花了多少钱 可是一百块钱没花完 对 我们三个人花九十 剩下那十块钱 他找给你了吗 没有 这是我刚才说的 他有钱他也不会 因为穷花 反正他就是 把我给他一百块钱 就渴着往里花了 自己就一点都不愿意 往里边添 让我就特别含心 就是哪怕你添一点也行吧 你就拿着我那一百块钱 就渴着往里花 当时我朋友脸色又不对了 我问你一句话 你一个月多少钱生活费啊 我一个月也没多少 一天多 而且就是我妈暑假送我过来 在这边说要转转 就顺便见他一面 然后呢 我就提前给他打招呼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挺重要的事情的 对 就是我知道他没钱 我说要不你拿点特产什么的 从家里边带过来点 结果呢 那天我就看他拎了 一塑料袋的土豆 我当时就特别懵 我觉得 哎呀 可能说出来那种感觉 因为在我们家那边 土豆也特别出名啊 那你为什么不带点什么枸杞百合 你为什么只带土豆呢 土豆也还像国外出手的 我们那儿的 感觉也挺好的样子 主点是我以前我觉得 可能他对别人都这样 就扣吧 就对大家都这样 对自己也这样 然后后来我发现 他就可能不是那么回事 我感觉他好像只对我扣 啊 我们就是前几天有个聚会嘛 然后大家都说 你天天那么扣 你钱留给你女朋友花了吗 然后他就说不是 他说不能对女朋友全部牺牲 说不见兔子不撒婴 我当时看见这句话 我就特别懵 我觉得我就是一心一意 对他就还这么心疼他 他就是不给我花钱的理由 就是不见兔子不撒婴 女生所有的重点 实际不是说 他介意对男生抠 是说男生说的这个话 让他伤心了 寒了心了 是这意思吧 对 我现在听明白了 是你说的话 不见兔子不撒婴 什么是兔子 什么是婴 其实我意思就是说 现在还没到 那个花钱的时候嘛 然后等于以后 自己挣钱了 然后给他花 那些 不不不不见兔子不撒婴 那词可不是这意思啊 主要是那时候 我朋友问嘛 然后我也就 想要没给他花过钱 然后就随口说一想 然后被他看见了 哦 这里面有很多面子问题 是吧 对 自尊是吧 对 如果你娶他的时候 他们家提出了一个要彩礼 你没有你会怎么办 我会 可能会放手吧 不努力一下就放手啊 不努力一下就放手啊 那得看他愿不愿意 好吧 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这是一段听起来还挺心酸的爱情故事啊 对女生下来说 省 抠 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 我对我自己省 我对你大方 另外一种是 我对你省 我对我自己大方 第三种是 我对我自己和对你都省 都不大方 你就觉得 他可能是属于 他对他自己大方 但对你抠的那种 其实你的症结在哪 你的症结就因为他那一句话 他跟哥们吹嘘了一句话说 我不见兔子不撒婴啊 但是有的时候 你懂男人之间的那种 吹嘘和虚荣心吗 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男人聊天或者酒局 不愿意带自己的女朋友和妻子 因为他们经常会在酒局上 说一些大话 可是他们真的做不到 或者说他们真的没有能力做到 我宁愿相信 他不是那种愿意对你抠 对自己大方的人 但是我也不敢保证 未来他一定会对你大方 这就在于你自己的衡量 他对你到底用心程度有多少 所以接下来要对男生说的一点是 爱一个女生 不是用金钱去衡量 是一定的 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 关键在于你的心 生日你没有钱给他买东西 一句简短的祝福 或者写一封情书 都是你爱他的一种心意的表达 至于他给你一百块钱 让你请他的朋友吃饭 剩下那十块钱 你可以再还给他 你说我是为了你省钱 我们把钱省下来 为了以后的日子考虑 这是你爱他的一种表达方式 像现在我跟我老公结婚这么多年了 生日的时候 也不会是送什么很贵重的礼物 我找一些很便宜的 但是非常能表达心意 现在那个可乐瓶子上 印一个什么我爱你什么的 刚过完生日我就这么送的 把他感动得稀里哗啦 关键就是你用心了呀 对不对 你送那十九块九的化妆品 谁敢往脸上抹啊 对不对 你不如送一个可乐 上面写我爱你 写一个生日 或写一个你们两个人的名字 有纪念意义的对不对 所以这还是在于 你爱他有多少 用心程度有多少 如果爱的话 就用心好好地去爱 如果真的没那么爱的话 也不要吹嘘那些话 没有用的 好吧 好 谢谢 祝你们辛苦 表面是钱 实际是男孩的心态的问题 我们不怕节约 我们怕的是 从情上地去抠 抠来抠去 最终你是赔本的 我说第一点 你觉得礼物太贵的我买不起 太便宜的不能代表我的心 那就不买了 第二 明明是一个十九块九的化妆品 你非得要说的是很贵 第三 你出于一种虚荣心也好 还是对于钱的这个认识的这个角度也好 你和朋友说 我之所以不给我女朋友花钱 是因为我不见兔子不撒婴 你这句话听起来 到底作为你的朋友 是应该看重你的 还是应该看清你的 你跟你的女朋友这么相处 仅仅是因为钱的问题 而不是你对女朋友用情了 你的朋友会看得起你吗 接下来主持人问了你个问题 今后如果女方的家里人管你要财 你拿不出来怎么办 放手 这是你说的 为什么你的所有的轨迹 你的为人交往 你的事业观 你和朋友之间的相处 恋情的相处 都是前来做决定的呢 不要 拿出你真实的感情 你花出去几块钱 对于你来说是真情实义的 就可以 你不花钱 有时候比这个花钱得到的礼物 还要更加珍贵 拿出你的真实自己好不好 你最坦荡的就是说 我可以出任何的力气 我相信这个女孩 一定是看重了你这些优点 才和你相处的 明白吗 女孩 多理解男孩现在的客观的情况 不要那么强求 她一些现在明明达不到的事情 好吗 就这样 谢谢许多 大一生 有多少钱 干多少事 钱多有钱多的活法 钱少有钱少的浪漫 买一可乐瓶 写上我爱你 是一份生日礼物 一块钱买点纸 叠点签纸贺 也是一份生日礼物 看你有没有那样一份心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认为你不是说 钱太少的问题 你是太能计较的问题 人家给你一百块钱 我花九十请客人吃饭 剩十块 两件情侣衫 九十九块钱 就算是AA 也应该男生多出一块啊 为什么让他出五十 你出四十九 所有的只要和金钱相关的地方 你就开始计算 这是你要改正的地方 我们不能这样算计 对吗 对 好 然后女生 其实你们两个人之间 对于金钱的概念 从根上就是不一样的 可能你觉得 哎呀 请吃顿饭 你就多花十块钱 我也高兴啊 但十块钱对于他来说 是一天的生活费 他今天为了你 这儿多花十块钱 我可能就要有一天挨饿 所以既然当初 你选择了和他在一起 你就要理解 就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如果和他在一起的日子 都是不好的回忆 那不如就重新选择 而对于男生来说 从今天这一刻开始 找到一个努力的方向 让自己变得更好 不要让那个字 把自己压得死死的 重重的 开始全新的生活 好吗 好的 祝福你们 你出去打工你打什么 就是有时候给人家发传单啊 或者是 你一个月的打工能挣多少钱 挣三四百万 有时候课多没那么多时间 有时候我们课 你不是有时间谈恋爱吗 我们所看到的 有很多靠讲学生 以及自己出去打工 不是很有技术性的工作 就是喜欢 一个月挣五六百七八百 非常普通的 加上你那三四百 架起来就有一千多了 就跟他差不多了 贫穷分为两种 一种是 虽然贫穷 却可以为了自己爱的人 掏光自己最后一个铜板 还有一种贫穷是深入到了骨髓 以至于因为贫穷 而辜负了善良 你就不是那种 兜里有最后一块钱 我能够为他花的人 你不是 我说句比较实际的话 没钱就好好读书 打工挣钱 就不要去花钱月下 你的打工的时间 为家庭贴补和为自己贴补的时间 应该更多 你说你一个月打工才挣三四百块钱 这让我很难以想象 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 去读书 去学习 但是如果你压抑不住 自己内心的想象 我就爱上了一个 我特别爱的女孩 就请你不要把钱看得比她重 因为她不是那种败家的女人 她不是要把你口袋都掏干净的女人 但你不能说人家越是这么善良 越是这么老实 你就不见兔子不撒影 在哪里 我管你会参考 我们一定会参考 程序 我永远 来 讲 说 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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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